交通事故真的是猛如虎 这哥们儿是被后面的出租车追尾了 追尾以后误把油门当作刹车 结果就是车辆失控 冲到这个对面的车道 主要是和这个摩托车撞 好多人叫电动车 跟好多电动车撞 然后电动车这个没办法 它跟汽车不一样 所以就是伤亡比较大 现在是六个人死七个人上 哎呀太恐怖了 他开的也不快 不知道咋就追尾了 不知道是不是玩手机呢 现在这个电动车啊 也没有自己专门的车道 就是跟这个机动车在一起 所以说它这个 碰撞的时候 完全没有躲避的这个余地和时间 所以说最好是分开 这样子是有了 是否有了 对鱼不平 所以说明还是有了 。 女兰 自己是过磨码 就是这个